主料,蒜苔250克,五花肉300克,鲜香菇50克,辅料,葱姜,盐3克,白糖5克,生抽15毫升,老抽5毫升,大料3个,料90毫升,鸡精,香油,红糖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香菇浸泡洗去泥沙备用,蒜苔洗净 切断,五花肉切片,炒多到油烧热放入红糖和白糖炒糖色,倒入五花肉翻炒,炒至肉微黄,加入葱姜,大料继续翻炒,加入料酒炒香,加入适量的清水,加入老抽,再加入生抽,大火煮开撇去浮沫,转小火满至40分钟,加入香菇继续烧至,再把蒜苔倒入继续6-8分钟,加入盐, 鸡精调味,最后淋入香油,大火收汁几好,烹煸技巧,炒糖色的时候,可加入一勺红糖,这样烧出的肉颜色更漂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